注意看这只螳螂与知了融合的新物种 正在注视着眼前一脸好奇的小男孩 这正是一部纯正的克苏鲁文学改编电影 出自洛夫克拉夫特的经典明天星之彩 面对不可名状的未知生物 感受着古老而又神秘的力量 这将会是一场探究心灵深处的恐惧之旅 因为这部电影将会颠覆你的想象和心灵 电影看完的那一刻 你的理智必将会清零 在人才积极的阿卡姆城西部的山林中 那是一个群山高耸森林茂密的地方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 小黑被派去调查这个名为枯萎荒原的地方 是否可以用作新水库的地址 但他闯入一个私人领地 遇到了一个沉迷于巫术的女孩安娜 他希望通过一些咒语彻底清除母亲的癌细胞 虽然疑似被鲁莽的小黑打断了 但他们也意外相识了 自从半年前母亲做了癌症手术后 安娜父母和哥哥回到了祖父留给他们的农场 在那里饲养羊駝 回归了牧园生活 希望健康安静和舒适的环境 能加速母亲的术后恢复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的敬仰之旅 会变成他们最后的团聚 那天晚上一颗五颜六色的太空陨石 掉进了这个小农场的前院 陨石散发出阵阵臭味 小儿子突然头疼让大家都感到害怕 第二天小镇警察和小黑收到消息后前来查看情况 爸爸汤姆详细描述了他昨晚看到的一切 陨石伴随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颜色掉进了院子里 虽然陨石上奇怪的颜色已经消失了 但市长匆匆嗅到了商机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决定暂时不动 第二天带着媒体来了解情况 然而作为一名水文学家 小黑拜访了农场隔壁有点紧张的老人 他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地下水似乎有问题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于是他拿了一些样本回去实验 那天晚上倾盆大雨夹杂着闪电袭击了农场 汤姆和他的女儿发现陨石一直在吸引闪电 另一边小黑的营地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他发现农场的地下水被污染后 营地周围出现了一种似有似无的颜色 然后旁边的汽车自己开始发动了 所有这些都不可能 他解释的奇怪现象吓坏了小黑 第二天市长带着媒体到达农场后 发现陨石奇迹般消失了 每个人都觉得奇怪 但却没有人能解释 而一朵从未见过的小花出现在水井旁边 不过汤姆一家人很高兴 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平静的生活 可事与愿违 那天晚上正在准备晚餐的妻子第一个出现异常 在做晚饭的过程中 他恍惚间割断了手指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之后汤姆带着妻子赶到十里地外的医院 留下三个孩子独自看家 一夜平安无事 但第二天三个孩子分别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小儿子一动不动地盯着院子里的井 听到井里有人和他说话 那似乎是鼓神的低语 鼓惑着无知的人类前去触碰 然后他看着一只像螳螂一样的生物 从地下孵化出来飞向远方 安娜发现和父亲打电话时总受到干扰 无法正常打电话 打扫厨房后 他不仅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还出现了类似母亲恍惚状态的症状 他独自在厨房里站了五个多小时 醒来后就呕吐了 不久后小黑就上门了 原来在他发现地下水被污染后 他把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详细的测试 在结果出来之前 他想告诉农场里的每个人不要饮用井水 可安娜身体很不舒服 没等小黑说完就关门了 小黑不知道已经太晚了 安娜一家五口 包括隔壁的邻居老人 一年四季都喝井水 因此当小黑通知老人时 他发现老人正在录取地下的声音 老人说他睡觉时 听到地下有人窃窃私语 他们要是地下人或外星人 也可能是那些墙中之数 他必须记录下这些声音 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他 但当小黑拿起听筒时 却什么也听不见 那天晚上小儿子和狗并排 坐在院子里盯着井口 井口突然出现的颜色 让狗感到危险 他对着颜色叫了起来冲了上去 不久一声尖叫声恢复了平静 这时安娜身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周围奇怪的声音 总是围绕着他的耳朵 这让他心烦意乱 他突然想起 他已经一天没见到他的哥哥了 当他第一次到达他哥哥的房间时 哥哥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告诉安娜自己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好像他去了股仓并且迷路了 自己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 白天与黑夜的切换 好像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样 就在这时手机铃响了 但只有一个电磁波式的声音 他不确定是谁打的 这时两人才发现弟弟不见了 在寻找弟弟的时候 遇到了手术后赶回家的父母 这位平时还和爱亲切的爸爸 在看到院子里还没有缓过神的小儿子时 突然变得暴躁和愤怒 大儿子和安娜想告诉家里有奇怪的事情 但父亲根本没有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此外看到羊驼还没有被关回仓库 觉得他们是在火上浇油 难道这个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付出吗 还是青春期的安娜自然是不爽 选择对父亲置若罔闻 当他想洗澡放松时 汤姆在下水道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东西 拿起来吓了他一跳 原来是一个奇怪外表从未见过的昆虫 好似水母一般 可这里是内陆 怎么会有海洋生物呢 因为自从陨石落在院子里诸事不顺 汤姆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唯一让他高兴的是院子里的水果 比以前早熟了一个月 个头也比以前大了 但是当他清洗干净的时候 吃到嘴里的感觉就像是shade 此外妻子抱怨家里的网络总是断开 这让他的客人损失了一半以上 这对夫妇在厨房里大吵了一架 逆怒的汤姆打算喝酒来缓解情绪 但他没有发现冰已经被那种颜色污染了 喝完后他觉得手臂很痒 仔细一看他似乎得了一些皮肤病 手臂如同军裂的废土了 之后他在沙发上睡到了晚上 两个儿子坐在院子里看着美丽的星空 女儿在房间里找到了死灵之书 开始了一些仪式 这里基本可以确认 他在影片开头施展的仪式应该也是来自死灵之书 这是克苏鲁神话体系中最著名的一本魔法书 1922年他第一次出现在爱手艺的短篇小说《猎犬》中 而书中则详细记载了古神的历史以及召唤他们的方式 但这来自宇宙的陨石是否为女儿所召唤则不得而知 他以鲜血为影子 用刀在身上刻满了各种图案 试图用巫术来保护自己免受邪魔入侵 这是母亲和院子里的两个儿子 听到了古仓里怪异的声音 两个儿子慢慢地靠近古仓 但他们看到的场景吓坏了他们 古仓里所有的羊驼都像烧焦一样粘在一起 被一种从未见过的颜色包裹着 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小儿子突然摔倒了 就在母亲前来护住小儿子的那里 肉眼可见的颜色袭击了他们 母子俩痛苦的声音吸引了汤姆 眼前的画面吓坏了父子俩 把母子俩带回家后 大儿子想打电话求助 却发现信号被干扰了 根本打不通 这时满身巫术符号的安娜走了进来 当她看到母亲和弟弟的样子时 夏德尖叫起来 原来母子俩的身体粘在了一起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共生 鉴于电话打不通 汤姆想开车出去求助 但让她绝望的是 整个房间都被那种颜色完全包围着 汽车的电量一夜之间消失了 根本打不着火 现在汤姆终于相信了安娜和儿子说的话了 在汤姆周围有一种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一直在干扰和伤害他们 这时太阳照在母子俩身上 让他们发出更痛苦的叫声 三个人把母子俩搬到楼阁上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羊驼的叫声让汤姆更加心烦意乱 他拿起枪冲进骨仓 看到羊驼粘在一起时 三只几乎趋近于零了 恐惧与癫狂占据了她的内心 向面前的大肉团倾泻出所有的子弹 过了一会儿满脸鲜血的汤姆回到楼阁 他把儿子和女儿赶了出去 因为接下来的场面 他不希望儿女看见 汤姆不想看到妻儿继续受苦 但当他拿起枪时 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 这时小黑真的向政府报告了 地下水源的污染情况 出来后警察告诉他 汤姆家附近发现了许多动物 他们看起来像放射性烧伤 小黑突然觉得大事不妙 安娜的一家人恐怕有危险 另一方面 当大儿子和安娜想骑马离开这里寻求帮助时 马就像被吓坏了一样 挣脱了安娜手中的缰绳 最后的交通工具也不见了 现在唯一的求救方法 就是穿越十二里地的原始森林 刚想出发时 他们就听到井里传来狗的叫声 到井口一看狗似乎是受伤了 可是到如今了大儿子不听安娜的警告 选择必须先下井救狗 但爬到一半时发现井底有能量爆发 不仅狗没有就成 安娜还亲眼看着哥哥被色彩所吞噬 但无能为力 这时已经毫无理智的汤姆听到安娜的尖叫 也不问大儿子去哪了 就把女儿关在阁楼里 想把他喂给那个叫做母亲的怪物 索性小黑带着警察来检查情况 刚一进门就听见安娜的尖叫声从楼上传来 小黑和警察跑上去查看 那场面更是刷新他们的认知 原来母子俩已经被完全同化 变成了一头怪物 汤姆从身后过来一枪来刨了怪物 在嘴里喃喃自语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小黑扶起受惊的安娜 想带她离开农场 但不料井口再次出现了奇怪的颜色 就在汤姆想射那颜色时 后面的警察误以为汤姆想射小黑 直接开枪打倒了汤姆 听到动静后井里的生物居然也消失了 安娜也终于意识到井里的生物 是不想让他们一家人离开 现在一家五口只剩下她和受伤的父亲了 她决定留下来 这时隔壁老人的房间里传来响动 小黑不得不告诉安娜 待在这里过会儿再来接她 之后小黑和警察来到老人的房间 发现老人的全身都被颜色占据了 但收音机里的声音让他们毛骨悚然 里面不断重复那个东西来自星河 会吞噬一切生命之源 并将其转化成其故乡的模样 因为那是他唯一所知的形态 这时他们发现老人即将被完全吞噬 于是迅速逃跑 但不料警察中途被变异的树木捕获后吞噬 小黑拿着枪匆匆逃回农场 看见安娜站在井上 当安娜回头看时 被吞噬了 他通过安娜额头的符号看到了不可名状的恐怖场景 那里正是群星色彩的故乡 星球上奇异的生物不断蠕动 仿佛一切都具有生命力 对于无知的人类来说 那里无法用正常的言语来描述 哪怕是窥探到奇异角 群星的光芒足以燃烧掉全部的理智 而小黑看到井水的光柱越来越强 就像龙卷风一样 把附近的生物和植物直接带到天空 他挣脱出引力逃进房子 但看到死去的一家人整齐地坐在房子里 汤姆早已不是一个人 而是集结了整个家庭的意识 企图让小黑永远地加入他们 索性小黑躲在地下室里逃过一劫 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 第二天原来偌大的农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灰白色的世界 但他却不敢上前多看那口景一眼 多年以后小黑看着建成的水坝 脑海中依然会回忆起那湮灭的一碗 一切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以人类现有的知识去接触这个未知的事物 还尚且太早 它只是来自星云的幻彩 混沌之境的死亡使徒 以爱手艺一以贯之的宇宙主义而言 以人类那有限的心智 无法得以窥息生命的本质 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宇宙的辽阔与境地 对于人类来说过于残酷陌生 守住那地球的一亩三分地 坚守人类中心主义 不要轻易尝试去接触地外文明 正如霍金所说 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 那么后果将会非常类似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 那么这对于当时的美洲土著居民而言 可并不是什么好事